叶晨和魏颖下了飞机 天空有些雾霾 随后便看到了一个带鸭舌帽的男子来接机 手里握着的牌子依然写着叶晨的名字 同时名字的右下角画着一道璀璨的梅花 叶晨和魏颖上前 那鸭舌帽男子见识叶晨 脸盲摘下帽子轻声道 店主 嗯 先回酒店再说 是 鸭舌帽男子带着叶晨上了一辆黑色轿车 车子一记绝尘 直接来到了利斯卡尔顿酒店 酒店位于环球贸易广场顶部 103层至118层 由M国豪华酒店品牌 利斯卡尔顿酒店集团经营 一路上 叶晨也了解到鸭舌帽男子的名字是 钱建忠 是雪梅店杀手业务的负责人 他尝试问了一些守护者的事情 但是让他失望的是 钱建忠对守护者不太了解 到了房间 钱建忠将行李放下 叶晨想到了什么便问道 剩下的人在这边如何 钱建忠表情凝固 旋即苦笑道 店主 雪梅店自从改为暗店 砍掉了猎杀任务 这边大部分人只能接私活 实不相瞒 大部分人对您的意见还是蛮大的 我们已经被不少力量重创了 再混不下去 也不会在这边助手了 有些人甚至打算回总部去 叶晨听到钱建忠的话 倒是没想到暗店在这边会这么惨 不过转念一想也对 猎杀任务是所有人的利益来源 斩掉利益来源 这群人生活都会困难 更不用说其他事情 就在这时 钱建忠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看了一眼短信内容 脸色微变 随后便对叶晨道 店主 你刚下飞机好好休息一番 我现在手上有些急事要处理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 可以打我的电话 说完 钱建忠便急匆匆出去了 在钱建忠的眼里 叶晨固然是店主 但却是最为争议的存在 如果不是这个男人 他们也不可能变成现在这样的境地 大部分人都对叶晨嗤之以鼻 就连钱建忠 一开始总部让他来接叶晨 他第一时间是拒绝的 但是迫于总部的施压 他还是照做了 刚才的短信就是暗店出事了 他也不打算指望眼前这个店主了 这个叶晨能少麻烦他 他就烧高香了 叶晨看着钱建忠急匆匆地离开 眉头微皱 他隐约能感觉到出事了 再怎么说 他也是暗店的店主 卫颖 你在酒店休息一会儿 我去去就来 叶晨吩咐道 卫颖自然猜到叶晨要做什么 他深知自己去了也可能是帮倒忙 便点点头 默默地在房间整理行李 九龙玉泉别墅47号 这是暗店在五年前就租下来的大本营 现在没有了任务 大家变得浑浑噩噩 而此刻 别墅里气氛却是凝重到极致 甚至伴随着浓重的血腥之味 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就站在窗边 俯瞰着外面的风景 他的手上满是鲜血 而他的身后 却是十几位暗店杀手 只不过这十几人都受了不同程度的伤 眼眸犯着忌惮之意 突然 西装男子转过身 他的脸上有着一道长长的刀疤 触目惊心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对我们动手 我们和你无冤无仇 一个暗店强者开口道 西装男子嘴角露出了一抹森寒的笑容 五指一握 手中射出一道极强的气流 刹那间 那个说话的强者便被斩断了一条手臂 无冤无仇 现在不就有了 众人脸色一变 眼眸有着深深的巨异 虽然他们很想反抗 但是面前的这个男人实力太恐怖了 他们连挣扎的权力都没有啊 你们知道 我为什么不杀你们吗 西装男子开口道 因为我喜欢等人齐了再动手 现在人齐了 从今往后 这里没有暗店 下一秒 西装男子原地化为一道残影 五指为爪向着大门而去 钢铁大门直接被撕裂 正要踏入的前剑中 毛子一缩 感觉到杀意 一拳席卷而去 两股力量骤然碰撞 前剑中只感觉气血上涌 五脏六腑都受到了极其恐怖的撞击 你是谁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西装男子便出现在前剑中的身后 一掌拍出 一记虚影落下 前剑中吐出了一口鲜血 身子如断线的风筝飞了出去 最后稳稳地砸在那群强者身边 实力简直碾压 这怎么打呀 我是谁 西装男子冷冷一笑 我从昆仑山而来 至于为什么杀你们 死人的确有知情权 有人要买你们所有人的命 好了 也该送你们上路了 能死在我手下 你们也该感觉到荣幸 雨落 西装男子的手心出现了一把长剑 长剑带着寒光席卷出滚滚剑意让人心计 虽然他们有十几人 但是十几人的力量根本比不过对方一人 一道极其恐怖的寒光直接落下 眼看就要一剑斩断所有人的头颅 就在这时 一变突起 剑意之下 竟然出现了一个穿着休闲服的青年 青年就这样站着不动声色 挡在众人的面前 青年眸子微宁淡淡道 不好意思 他们是我的人 你没有资格动 听到这声音 钱剑中猛地抬起头 他的表情宛如见鬼一般 店主怎么来了呀 送死不成 他刚想说话 却发现野尘淡然地伸出手 五指张开 就这样向着那道恐怖的剑翼抓去 这一刻不光钱剑中蒙了 那些强者表情也变了 这西装男子的实力 他们可是领教过了 害人至极 但是居然有傻瓜 就这样去抓建议 疯了 店主 不要 钱剑中惊呼出声 听到这声音 所有人脸色变得诡异了起来 这小子就是新任的店主 安店总部什么时候 沦落到这个地步了 竟然找了这么一个 毛头小子当店主 西装男子看到野尘的疯狂举动 也是冷笑连连 哼哼 不知死活的东西 他的脸上浮现起一些残忍和得意 剑翼落在野尘手心的刹那 谁也没想到 清脆的声音突如其来的响起 一切静止 在所有人惊恐的眼眸之中 野尘的手臂冲出一道红光 宛如一条血龙 那狂暴的剑翼彻底消散 不光如此 西装男子的灵剑也被野尘抓住了 硬生生地抓住了 然后剑断了 化为一堆没用的碎片落在了地上 怎么可能 西装男子表情猙獰 眼睛差点瞪出来 他的剑翼怎么可能被人凭空接住 那红光又是什么 为什么好像听到了龙吟 你 你到底是谁 我 叶尘冷冷一笑 正如你所说 死人有知情权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叶尘 雨落 叶尘动了 刺烈的声响中 叶尘一拳砸出 这一拳太快了 快到西装男子连阻挡的力量都没有 直接动穿 静 这一刻 整个别墅都安静了下来 那些强者死死地盯着倒飞出去的西装男子 那胸口的血洞触目惊心 关键 他们根本想不到 如此碾压他们的强者 竟然被眼前这个青年一拳击败 更可笑的是 这个青年就是他们这段时间 最嗤之以鼻和不屑的存在 一声巨响 西装男子的身躯砸在钢化玻璃之上 大片的钢化玻璃碎裂 西装男子能够清晰地看到自己的胸口正不断流淌着鲜血 他的全身骨骼几乎断裂 冰冷的死亡之意覆盖而来 他眸子骤然一缩 努力撑起身子想要离开 却发现那个魔鬼一般的青年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 谁派你来的 夜沉淡漠的声音响起 西装男子一震 指尖刚想射出一道暗器 夜沉的手如闪电般扣住了他的手腕 我没有耐心 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雨洛只听见咔嚓一声 他想要动用暗器的手直接断了 撕心裂肺的疼痛让他咬牙切齿 随后一双大手直接扼住了他的咽喉 红色煞气盘绕在那大手之间 西装男子死死地盯着夜沉 他很清楚 在这个年轻人面前他没有任何胜算 关键这里什么时候出现这种高手了 感受着脖梗上传来的窒息之感 他开口道 我是李家的人 你不能动我 还有 我的宗门在昆仑山深处 你若敢杀我 我保证 你会 西装男子话还没有说完 夜沉便直接拧断了对方的脖梗 李家便是答案 除此之外 这个男人没有任何利用价值 做完这一切 夜沉目光看向了那群暗殿强者 一个眼神 那十几人纷纷跪下 参见店主 这一刻 他们心悦成福 有如此实力和沙发果断的店主 才是他们追寻的对象 夜沉对这种场面已经习惯了 直接开口道 我第一次来这里 倒是不了解你们现在的境地 不过 我会在这里待几天 如果你们有麻烦 可以打我电话 还有 谁能告诉我 李家为什么要动用这种高手来对付你们 难道你们暗杀了李家的人 钱箭忠连忙站了起来 认真道 启禀店主 李家可不一般 我们怎么会去对付呢 我这种高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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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能不能够